要担心我们 你就专心的把自己的病养好就好了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在这边等你好 等你出院 向导卧在病床上的母亲加油 一位来自新竹武风的单亲母亲 林女士 过去靠着24小时看护 临时工辛劳的工作 才将三名女儿拉拔长大 这个月15号 她靠着自己省吃检用的积蓄 跟着自己就读的神学院 飞往韩国进修一个星期 没想到17号晚间 就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直到18号清晨 因为胃穿孔昏倒被紧急送医 同时导致她长期罹患的重症 肌无力恶化 甚至在20号医师诊断 出有败血性休克的情形 三名女儿收到消息后 是立刻飞往韩国探望 而留在台湾的家人都相当的担心 那个媳妇很好 她每次接工作 什么工作都有 我一直过 我爸一直过 我一直过 到21号为止 在韩国的医疗费用 已经高达台币62万多元 加上目前还留在家户病房观察 住院费一天也要价台币9万元左右 另外她每两天换一次血 医师评估至少还需要再治疗一个月 费用势必会持续增加 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经济压力更大 而林女士的教会牧师提到家属无论选择留在韩国医治或是申请医疗专机返台都面临庞大医疗费用 如果要返台的话用SOS的这个医疗专机去做专机的这个转院 那必须要起码就是100万起跳 家属继续留在韩国的话 光是医疗费的一个月的这样预算 预估的话是300万的医疗费 他没有办法砍下这些经济上的压力 因为孩子本身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不是这么的优渥 庞大医疗费用的压力铺向家属让他们无法附和 急需向外界伸出援手 教会协助成立了医疗救援捐献专顾 希望号召各界发挥爱心 让林女士能够得到完善的医疗照顾 尽速返台 同时希望人士一顾新竹主动采访报道